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剩下的一年 总共两千九百零四点 师傅 四师兄飞叔来了 念 独儿心不辱命 也救出此家族人 斩杀马贼 马贼背后的修行者 似乎与老八的猛虎山寨有关 徒儿会将此事调查清楚 纯粹是找理由多玩两天 随得去吧 大师兄怎么能这样 老八好歹也是神田敬强者 估计是那帮修行者 打着你师兄的谎子作恶 不管是不是 老四去调查一下也好 上城 购买法身 两仪化身 消耗功德一千点 获得法身两仪化身 南天经脉中的能量远远不断 五桥顿时打通了四桥 这个进步速度 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购买逆转卡两张 消耗一千点功德 获得两张逆转卡 功德点数九百零四 数日用 年轻了六百天 舒服 这一下子花了两千功德 还真是不惊花呀 臭奖臭奖 本次消耗五十功德点 七七会故 幸运值加一 本次消耗五十功德点 七七会故 幸运值加一 还要注意提防这帮徒弟 判变 圆儿 师傅 将摩天阁中的文房四宝取来 师傅 以前都是徒儿代笔 牛丫头 师傅做事轮得到你管 徒儿这个气 徒儿拿来了 我来磨磨 二十一世纪的我 书法可是豁不讲 西天道交出了九位恶怪满营的徒弟 最小的徒弟 都是神庭静的强者 而他应该很清楚 交出的恶徒各个柔龙四五 那他就没有留一手 扼杀恶徒的手段和底牌吗 确实的记忆太关键 西天道 西天道 你是有什么保姆的道具 你写徒弟的名字做什么 为师在自行 自行 为师交出你们九个恶徒 弄得天怒人怨 不许 为师真的错了 我错什么 错的是西天道 师父 那您为什么只收了我们九个徒弟 以您的本事 大可广开某天阁 舍我者昌 你我者望 你这小丫头 怎么满脑子都是杀人 为师的话 你都忘了 徒儿不敢 比如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你有杀他们的理由吗 老四九的瓷甲白口人 若是马贼直接杀之 你还有机会救回族人吗 马贼只求财 那么我们求的是什么 是修行 误道长生 明白就好 师父还会继续收徒吗 原来如此 小鸢儿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收你们九个为徒呢 我们每个人都是修炼奇才 你看看这张纸上的字 海上声明月天涯公子石 这是真好 仔细看 海上声明月天涯共子 好像还差个字 的确还差个十字 西天道收徒的标准 根本不是什么天赋 而是名字 只是 这句诗是怎么来的 难道 西天道也是穿越者 看 那是什么 神仙 鸟人吗 好不容易离开金庭山一次 我可要好好玩玩 小爷我今天 心情好 把马贼那掠来的金银珠宝 赏给你们 你当一回散财童子 有东西掉下来了 快躲开 银票 是金子 谢谢老板 谢谢我胡胡子 收到三十五年的前程朝拜 获得三百五十点功德值 如此可教也 师父 你说啥 环境秀里 又透露着丝丝危险 蒙湖港 应该就是在这里 老爸 你师兄我来看你咯 寨主 有修行者求见 让他滚蛋 打扰老子清梦 是 好不容易睡个踏实觉 那人说 说 说什么说 再说把他淹了 老爸 好久不见啊 原来是四师兄啊 吓死我了 你还有脸叫我师兄啊 师兄 你来我这儿是不是打算投靠我的 小莱 就你这破地方想要我投靠 门都没人 起开 取开 取开 师兄 请坐 我有任务在身 特地来你这儿查查 什么任务啊 安阳城辞家绑架勒索案 是不是你做的 哪有啊 跟我毫无关系 真没关系 我发誓 我再怎么畜生 也不可能都小师妹的族人啊 那帮马贼我已经全部诛杀 帮兄临死前 说了蒙湖港 难道我在冤枉你 这些年我得罪过不少修行政党 我还有人陷害我 那我不管 你得跟我回去面见师父 别啊 师兄 您就照一只眼闭一只眼 反正早晚你也是要离开金庭山的 闭嘴 欺识灭祖的玩意儿 还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给我跪下 调教诸红棍 获得功德点二百点 请继续调教 这个老四有点意思 你应该知道了 师父大败修行者借十大高手 就凭这个 你敢对师父不敬 这师兄 这师师兄的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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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a 啊 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